这个女孩被当作狗一样对待 她的脖子被项圈锁住 另一段也被铁链牢牢拴住 到底是谁囚禁了她 女孩并不知道 她探出头向外查看 只见一个面具人死死盯着她 这把女孩吓得直冒冷汗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面具人就进来丢给她一盘狗粮 女孩拿起狗粮闻了闻 这味道简直太难闻 给狗狗都不吃 第二天面具人又送来狗粮 看着昨天的狗粮丝毫未动 面具人干脆不再给她食物 可刚拿走女孩就反悔了 到了第三天 女孩饿得实在扛不住了 幸好面具人还算有点良心 再一次给她送来狗粮 但这次面具人故意把狗粮 放到她够不到的地方 女孩伸手去拿可就差一点 她只好伸出小短腿 用脚够到了食物 饿了三天的她抓起狗粮就吃 狗粮再臭 现在吃起来也是香的 突然她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声音 转头一看 房间的尽头 一个叫阿强的男人也被铁链拴住 这时面具人又送来狗粮 阿强劝女孩不要吃 说狗粮里面有让人产生幻觉的药物 可女孩根本不听 拿起狗粮就往嘴里塞 现在保命要紧 而门外的面具人一直盯着阿强 让她赶紧吃 可阿强宁死不吃 这下彻底把面具人惹怒 冲进房间就要教训阿强 女孩向面具人求情 结果她直接被电晕 阿强更是遭到面具人的毒打 等两人再次醒来 竟然发现彼此的距离变近了 正当两人计划如何逃出这里时 门外的面具人又发出警告 阿强吓得立马躲在墙角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显然她被电怕了 可女孩满不在乎 她还嘲讽阿强是个怂货 结果下一秒 她就被面具人惩罚 项圈上的红灯瞬间亮起 直到女孩快要窒息 面具人才肯停手 到了晚上 面具人又给两人送来食物 阿强抓住时机 瞬间把面具人拽到面前 然后用狗喷将她砸晕 拿到钥匙 迅速解开女孩的铁链 正当两人准备逃跑时 女孩露出了真实面目